好的 一个消息我们带你关心陶渊县复兴路的新光银行 早上9点多有两名嫌犯趁着运钞保全要把钞票运上车 就拿这个灭火器来攻击保全人员企图抢劫 结果是被运钞保全制服了 两名嫌犯直接压制在地上报警处理 而整个详异状况我们延线交给记者讲成词告诉大家 是的 主播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辆黑色轿车挡风玻璃被敲到碎裂 两名嫌犯也已经被制服坐在地上移动也不动 而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桃园复兴路上的一家新光银行 早上9点多有三名运钞车的保全要进行补钞工作 在银行的地下室被两名头戴头套还有棒球帽的嫌犯 利用灭火器袭击企图抢劫 而就在双方的扭打之下嫌犯被三个保全给制服 不过造成了两名被抢的保全人员受伤送医 我们听一听小早的访问 我回家来准备要装把朝向前装到车上有时候 然后那个态徒在后面直接冲过来袭击我们 直接就拿面图回去 对面图先喷我们 然后开始抢 抢然后我们就不要抛补 没有责任啊 道歉 然后造成扭打 目前了解呢 这两名嫌犯其中一个人之前就有当过保全公司的员工 因为曾经抢劫呢 被判入狱服刑六年 而且才刚出狱呢 就因为欠下债务又再度抢劫 而他们两个呢 是从昨天晚上就埋伏在银行的地下室 等到运钞车一出现就动手 而现在这两名嫌犯也被警方给移送法办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好 我们看到了整体状况稍后我们也会有完整报道